《環保》 《環保》對於我來說 不是純粹用少一點膠 或者是一些project 怎樣去進行 我覺得環保本身是帶著一個 互相體諒、感恩和尊重的情況下去做 我是當舞蹈員 機緣巧合有一次是去了旅行 玩浮潛 我到那些珊瑚礁看到魚的時候 我是覺得好像一個天堂 很漂亮 我一定會拿潛水的相機 我拍那些魚仔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很可愛 這個時候我也覺得 其實海底的東西 全部都是跟我們一樣的 我們有這裡的生活 他們有那裡的生活 所以就令到我開始 我想吃素這條路 一開始我都是魚素 海鮮那些我都會吃 因為那個魚魚的故事 令到我連海鮮都不吃 變成吃蛋奶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不如你試一個星期 你不要吃蛋奶 你看看我生態是否有效果 我真的試了不吃 一個星期後我再吃 我發現原來蛋奶是很臭的 我由那時候開始 我接受不到這股味 我變成一個是Vegan 我本身的心態是不想傷害動物 我不會買一個皮褲 是針皮的 然後切了一塊皮 用它們的脂肪 或者是有動物測試的成份產品 我是用一塊肥皂 全身洗臉洗頭洗澡都是 我的Conditioner 我都不會用護髮掃 我是用油的 就像一個Conditioner 做一個功能 你說會不會乾 會不會不好 電都會有 這是真的 不可以像是這麼化學 幫你每一部分都照顧好 但不過皮膚的適應能力高了很多 又有天然潤膚的油 可以做 其實我也覺得OK 現在的化妝品 盡量都不會太刻意去買很多 因為女生扮靚就有很多化妝品 其實都是一個 我認為比較浪費的東西 其實我以前的樣子就完全不是這樣的 認識我的朋友就應該知道我以前是五眼六色頭髮 其實我是很白很白很白的 化妝是很誇張 衣著都是誇張得不得了 有什麼令到我這樣呢 就是我突然想我有黑色的頭髮 當我染上我頭髮黑色的時候 我很想去曬太陽 我很想有一個我自然的膚色 而不是一味只有一個白 慢慢開始 其實我很享受一個這麼真的我 可能這一方面的成長 或者學習 令到我覺得 其實自然是一件多麼美好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滿足你的事 那時候就開始很留意大自然的東西 來自然的東西 既然是否很難以為 第一次聞來自然的東西 是長生欣賞的東西 既然在小城 那種水 好像沒有人 帶來自然的東西 小白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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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之前我去外國 有一個馬桶旅程 我第一次做這個旅行的時候 我是聽到棵樹和我雪教的 因為我在這個旅行裡面發生了一些經歷 我就有點覺得 為什麼會是這樣 然後我就生氣地坐在棵樹前 打算靜一下 然後棵樹就慢慢教我一些好心的道理 甚至我不會覺得那些道理是 是我自己無緣無故的 一定是透過有這個關係 才慢慢去引導你的內心 去聽到這個訊息或者這個資訊 然後第二次 我聽到一棵樹跟我說 說你過來抱我 我就找 找到那棵樹 原來是一群3 family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他就再跟我說 如果你過來抱我 我也會抱你 那一刻就立刻衝過去抱著他 一抱著那一刻 我是沒有想過要哭 那些眼淚是 你不用眨眼了 是開水喉的下目 其實我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覺得被棵樹抱著我 就好像回到我的家 我好像一個 那裡出來的小朋友 是他們的一份子 我覺得任何東西 首先要感恩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砌 其實都是MOTHER EARTH給我們 環保這個terms 對於我來說 不是一個純粹用少些膠 或者是一些project 怎樣去進行 其實我覺得環保本身是帶著一個 互相體諒感恩和尊重的情況下去做 就像我是Vegan一樣 我會很體會到 體諒到 我的身體其實需要些什麼 其實另一邊動物 他們混在一個這樣的農場 對於他們來說 未必真是一個他們想要的環境 感恩不是用口去說 是用心去感受 只要其實每一個微小的事 你肯用心去看 其實你會自自然間 會自動想為地球做些事 其實你知道地球很厲害 一下就可以洪水 一下就可以火災 那為什麼我們到現在沒事 某程度上是 他們很尊重我們的生存 或者我們的自由意志 地球一直給我們這麼多東西 我們都可以做些事給他們 這個是RESPECT RESPECT